2月15号是元宵节象征 这冬去春来 传统习俗上会吃元宵 赏花灯 菜灯明 不仅如此 这天也是一年当中 第一个月圆夜 被视为天官赐福日 是补财库转运的好时机 命令老师就提供了小Pepo 帮助大家来天才得好运 红的白的 一颗颗圆滚滚的汤圆 不论组成甜口或咸口 都有仁爱 元宵节将至传统习俗上 会吃元宵 赏花灯 菜灯明 更有不少人认为 过完元宵才算是过完农历春节 象征一年新的开始 而这天也是一年当中 第一个月圆之夜 被视为天官赐福日 是补财库转运的好时机 命令老师小梦就在脸书发文分享 元宵开运妙法 让民众有机会 受到好运之神的眷顾 想要求财的民众 可以前往祖寺天官大帝 财神或是土地宫的庙宇祭拜 过程中必须告诉神明 自己的名字 地址 并准备吉祥数字金额的红包 放在供桌上 再存入银行当钱幕 而想求桃花的民众 则要准备一堆蜡烛 十朵花 两条红线和两个爱心符号的纸 在元宵节当天晚上十点 对着月亮点香祷告 而正在备考的考生 在晚上六点零六分 在桌上点蜡烛 可以帮助考运 据求子的夫妻可以摸一下 童银天丁的主灯 而今年是2022年 想要工作顺利的上班族 可以吃六颗汤圆 象征六六大圣 想要转运 除了求神拜佛 最重要的还是脚踏实地 踏实生活才有可能美梦成真 继续上大会台东市报道